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条台湾最长的公车路线上 客运、司机跟邮差载送的不只是乘客跟邮件 还有许多有型与无型的暖心服务 他们拉近了地方的距离 更串起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当初你是看了吴念真导演的《台湾念真情》被感动 然后你也希望《珍世代》能够延续那样的精神 你是被《台湾念真情》的哪一点所感动到 然后你也延续它里面哪一些精神 应该是说 我只能讲说我是看《台湾念真情》长大的 因为《台湾念真情》是1994年 吴念真导演他在TVBS的时候 那时候是台湾第一个以人文即时的节目去出现 那我那时候是念《国中》 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我非常惊奇 就是说以前在我的年纪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早期是老三台嘛 所以你看的都是明星 怎么会看到隔壁的阿公阿嬷那种也可以上电视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对舞蹈的第一个印象 就觉得这个节目好特别 《湘土吗?也不是》 我那时候就觉得亲切 但是说不出所然 那后来其实我们在做《珍世代》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跟《台湾念真情》也有一点关系 应该是说 我跟舞蹈本身有点失交 是因为我们一起参加《紫风车》的 当志工 那后来因为我一直在台北工作 那我是在2019年想要回中部 到台书客去上班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做地方新闻有线电视台 那我一直对地方的内容觉得很感兴趣 那我在要回台中工作的时候 我就去跟舞蹈 就是去跟他 就是请议就说 那我一个在台北工作20年的人 要回地方去 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那他当然就觉得 舞蹈就跟我讲 他觉得我们这种媒体人 应该多回地方 不要用台北的观点再看 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非常非常鼓励我回去 但是回去做什么呢 我就设了一个坑给他 我就跟他说 对 我如果要回去你跟他一起做什么 那吴舍当然他是一个很有意气的人 他说好啊好啊再看看 然后我马上跟他讲说 我小时候看那个台湾练真集 我觉得很感动 那我们再来拍这些人的故事好吗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点头 结果他做三年 到了大雨林 劳高华帮阿美杰把东西带给他的父母 完成任务 其实人的情分很单纯 不一定求回报什么 劳高华的说法更简洁 他说如果是自己 一定很希望照顾爸爸妈妈的心意 可以被实现 如此而已 所以那故事结构或是说所谓 从台湾念真情的那个真情到真世代 好像都有个真 那个真正的世代你想呈现的是 如何代表台湾所谓草根也好 或是说真正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在 永续下去的力量像番薯一样 这到底是哪一个 核心价值 那时候我早就有跟我们讲 第一个是说我们要找的 因为我有问过他一个问题 说说台湾念真情到真世代 中间差了26年 那这26年你觉得台湾变跟不变的东西在哪里 那变得当然很多 譬如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化 那所以那个人跟人的沟通也比较不是像那样子 那不变的其实还是感情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一定要抓到的轴心 然后呢你刚刚讲的 他当初有跟我们讲一个东西是说 他希望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一定要去focus在世代 就是年轻人参与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时候可能在有找回失落的美好 那其实大家都看的节目里面 有很多就是在讲比较古老的某些情感 或者是一些记忆 或者是一些人跟人的互动 可是舞蹈有特别跟我们讲说 找回失落的美好 不是消失 消失的美好 再也不存在 对 因为他有特别跟我们讲说 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藤教被刷掉的时候 譬如他就说 譬如说一个老的阿伯 他做了某些什么手工艺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很感恩 然后他就会说这不完 你就说谁要那 他就说那做完以后会很惹味 对 我觉得你看完以后就 就消失 没有人来接受 对 但是所以他说 不能是做到消失的美好 要是失落 失落是他在 可以捡回来 他在你没发现我帮你捡回来 所以我们整个填掉过程里面 他会不断跟我们修 就是一定要捡回来 那捡的谁去捡 最好是年轻人 对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过程里面就是 就是舞蹈非常在乎 他希望透过这支片子 去做一个有点世代沟通 因为我们传达的是很多 台湾美好老的 或者是传统的一种想法 人情啊 或者是一种样态 可是他觉得这些东西 可能在现代年轻人 他比较没有感受到 或是他不悦了 或是现在的媒体 并没有针对这个部分 有多的报导跟记录 所以他觉得整个过程里面 一定要让年轻人 所以我们整个过程 我们常常在访谈或是写的过程里面 他就说 怎么年轻人在哪里 然后就赶快 就要开始在 所以整个东西还要再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他在这个过程 因为舞蹈是一个使命感很重的人 所以他希望说 他一直就跟我们说 不要让这个节目做强 好像一个老人家在那边生死了 也因为 所以你们组影片 就是整个十三级设定在这世代沟通 世代的传承 所以你们的制作团队好像也是一定要 年轻世代参与吧 所以这有什么困难没有 或是说因为年轻世代 所以跟像你在制作 我们算是比较有经验的嘛 所以中间有哪些摩擦 或是说有激发出哪一些的 比较让人家欣喜的这些 喷处上的正面的互动 我讲一个例子 像我们这次做移动中的温暖 它就是921地震嘛 大家想921到现在已经21、22年了 其实我们很多同事年轻的同事 在做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那时候921天崩地裂啊 然后台湾经过一个共同的记忆什么 然后好多年轻人都看着我们 然后很多人都说 我才幼稚园我在什么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啦 但是真的他去走那一段的时候 跟我们下乡去走那一段的时候 他才会知道说 我那时候真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然后对那边的居民 是这么大的一个阵痛 然后大家用什么方式去修补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感觉到 非常有趣的 就是不同的世代 然后放在大家放一个轴线上 然后就彼此理解对方的落差 可是是往一条路去走 所以做完以后 就很多就比较 我们团队比较年轻的人会说 原来我妈妈说的那个样子 真的是真的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比较有趣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舞蹈的态度 因为舞蹈其实 他对我们团队很严 可是他对年轻人非常非常的重 因为在我们年 我们这个年纪对无神是一个 我都称不叫无神 我都是毕恭毕竟的称呼他 我觉得是大师嘛 然后精神秘匆 可是年轻人就是 他们网路时代对 他不太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什么大师 所以每次在问问题或干嘛 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直白 那我偷了一个小小的秘心 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那就做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社群操作 那我们就有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 然后他就是要负责做社群操作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那吴念珍这么大牌啊 你觉得那个社群 我们要怎么去操作舞蹈 然后他就说 这就拍操作耶 我说为什么 他说 但他讲到吴念珍就是一个老子啊 哈哈哈哈 我们就一直冒冷的汗 然后吴导在那边 他他就笑笑的说 哎 年轻人也说看看什么叫老这样 然后那个年轻的同事就非常 嗯 非常直说 老就是刀刀续续 只讲自己也不听别人的话 然后吴导就 你把人看 吴导马上就机会教育我们 所有这些中间干部就说 你知道吗 媒体就是不一样 就是你要去倾听人家说什么 而不是你想想什么 就不断的讲 所以他说现在的媒体样态也是不一样 所以倾听跟互动是很重要的 以现在电视频道里面来讲 人文即时的节目非常多 所以这真是在跟其他类似的节目 有什么差异没有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时间 因为我后来自己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节目嘛 所以老实讲我不太知道其他的节目怎么做 可是我后来真的 因为做完以后才知道 原来别人就像主任讲的 人文即时是很效率的 他们是设好一定的 一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拍完了 他大概就设好那个框 譬如说美食就是美食 传承就是传承 记忆就是记忆 那我们几乎是用13集 在拍纪录片的方式 每一集都像纪录片一样 对 而且它中间会有自然发酵 跟转的方向 因为大家知道纪录片 因为我们有时候拍了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每一部大概多久 拍多久 还是说你们同时进行很多部 所以花了三年 我们同时进行 有长有短 有的比较长 有的时间比较长 中间变化会比较多 因为我们还拍过那个 有的当事人可能是 不在 对 我们第一集的那个 阿嬷那个摩蚁的阿嬷 后来我们拍第二个礼拜 他就走了 对 然后甚至有的是那个 拍的从结婚到 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 生小孩 怀孕生小孩 后来又离婚 这么快 对 就是很多 就不禁不止 就参与了很多人的人生 然后像921这个移动中的温暖 其实我们拍的时候 那个巴士都还在走 可是我们拍完的时候 那个6506跟6508 那两个巴士就停止了 所以你们跟其他不一样 是说其他在很短时间内 所以只能看到切片 但是你们的时间一拉长之后 反而要众生跟改变 然后更多的那种 因为变化而造成的互动 又跟其他都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们觉得 以前刚开始拍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在设定主角 我们设定议题 设定方向 到最后我们觉得都是 他们在设定我们 就是它自然就是会让我们 变成那样的味道 其实很多东西到最后结果 跟我们当初就填掉 或是我们设定要拍的方向 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还蛮感谢 就是一个过程里面 因为舞蹈都会有在 所以它一直要让我们 做一个很有集体的 的一种运作方式 所以譬如说我们设定这个方向 这个人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我发现好像不对 那有时候团队就会困惑 那怎么办呢 好像我们当初设定 他应该是要回家了 可是后来他好像没回家 那你就会收不了尾巴 那这个舞蹈就 他都常会有绳之一笔 他说那你就是 让他出现这个状况 然后可能另外一端 要出现什么状况 所以我觉得 他常常就会让他很有机体 而且非常轻松的 就把那个东西就处理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拍了其实看起来是即时节目 即时是拍了十三集的纪录片 好 随便吃 离山游局的人 几乎都吃过马伯伯做的食物 尤其是施俊华 嘿 进来进来进来 来喽 有时候在上完信之后 施俊华会来到马伯伯家里蹭饭 因为这里就像自己的家里一样 多吃一个 你吃啊 今天要吃啊 刚午餐吃 好好吃啊 吃吃吃吃 你吃饱了 我吃了三口 马伯伯的手艺别人学不来 除了家传功夫之外 就像施俊华说的 还加了一种秘密配方 这配方就是马伯伯的关心和爱 这两个角色的确实很特别 这条两个线 但是这些人物你们怎么去认识他们 怎么去 透过哪些管道知道有这些人存在 先讲一洞中污染这个 就是工程司机跟尤才这两个人 那其实我们当初去要做921的时候 就有想说 那当初应该回到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本身在中部 所以我们当初我们公司在921的时候 我们公司是倒掉的 所以会做921这个东西一定要做 当然是我们的基本盘 跟我们公司的那种 大家一定要觉得说我们是站起来的 所以要同时去做一个显现 那舞蹈也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舞蹈有讲 台湾内蒸请收铺的那年发生921 所以延续的那个又往前走 对 然后他那时候特别跟我们讲说 所以台湾内蒸请拍的很多地方都不见了 但是很多新的东西也长出来了 所以正是在就是会沿着这样的脉络 再去看看台湾的很多新的消失的 或是长出来的东西 然后加上我们公司本身的集团在中部 然后我们曾经也受过921很大的灾变 但是也从那个灾区跟大家一起站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避选题 一定要做921 那你说为什么会选那个邮差 或是公路这个部分 我们当初在选的过程里面就是 应该是我们觉得要有一些东西 是怎么去串联 所以我们当初去走离山这条线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跟舞蹈讲说 我们想要透过这样的路线去串联 他觉得很好 可是就像你讲的 其实很多媒体都报告过 那个台湾最长的那条公车路线 可是大部分会选那个最资深的司机 因为他在这边服务30年 开那条路也30年 可是舞蹈就跟我说 跟我们讲说 选比较年轻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重新去跟他互动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舞蹈 他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那比较年轻的那个司机 他可能没有老司机那么的 就是对人 或者是他对当地的居民那么的了解或什么 可是也因为他是比较新 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勤恳 然后当地的那些种离山的果农 或者是那个农民伯伯什么 就会对他特别的照顾 所以我觉得那也是我们一种 发现设定改的时候 反正那个样貌就更丰富 对 其实影片里面特别收了一段 一个外省伯伯的画面 是刻意想呈现离山开垢的过程吗 还是说 因为这一段跟那两个主角的轴性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 农民伯伯 他们在山上在那样的离山工作 或者是生活这么久 他们对离山那个环境 跟那边的一些感受 其实是跟我们的了解会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 去看看住在这样区域里面的人的样貌是什么 对 那我们后来发现那个北北就是 他其实就很健碳 而且我们以为是我们要去照顾他 或是独居老人 可是他不会 他就会做很多馅饼给我们吃 然后包括那个邮差 他就是来送信的时候会叫他 特别为他做馅饼 然后请他包一包回去 给他其他邮局的同事吃 他就是一个继续照顾大家的一个长者 那我觉得重点是在那个 彼此的需要这件事情 因为像邮差他也是送完信 照人家讲他可以就下餐 可是他可能送到北北这边 北北就说你等一下再回来 我那个馅饼快做好了 对 然后他就会送完信以后 就来北北家吃午餐跟馅饼 我觉得那个感觉跟互动 是我们在城市看不到的 因为我们可能在城市 也会碰到邮差 碰到工程师机 可是我们从来不会记得他的脸孔跟 请他喝杯茶 或是请多说声谢谢而已 但是我们不会有那种 回来吃个饭 我今天有帮你做鲜饼这种 那我们觉得我们去转达的那个东西 都是其实台湾能有的那个情感 但是我们却在快三千公尺才看到 所以我们会特别想要把他带下来 还举不回天了 举不回天 这吃不小心 痛了受不了的时候 当水电工装扶手 当园丁出杂草 这些都不是油屋式的工作 但年轻的Gavas谦虚地说 这都是棘手之老的小事 因为他也是我们的邻居长辈 因为路途远 所以更知道别人的需求 因为是在自己的家乡 Gavas更知道 他传送的不仅是信件 更多的是温暖和陪伴 这十三集做下来 每一集都有达到舞蹈要求 或是说你们节目最终想讲的 消失的到失落的这样的差别 确实都有达到吗 我们尽量达到 对吴舍来讲 他有他的高标 可是我们尽量的去仰望跟追踪他 不过他也觉得他还蛮欣慰的 因为他觉得我们是用一种新古典派在做 新古典派 应该这个节目会挂掉 因为实在拍太久 然后中间又有太多过程 因为我们有主角过世 有主角的状况 然后还有团队 所以预算就无法控制 无法控制这样 对 然后因为拍纪录片 这么慢工出席 那有很多比较电视台 或什么做纪录片的团队 来跟我们合作 他们就很适应不了 对 那所以我们中间的团队 三年多大概也换了十集组团队 对 那不早的要求又比较多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过程里面会比较多的 你以前是文字记者 然后这是你第一步跨行来影像 做一个整个影像的制作 你有没有对影像跟文字中间 呈现的方式 不一样而对影像在当代 对社会的影响 有没有特别的期望 因为我其实是做记者媒体出身 就是从采访撰稿跟出来 你一个人可以一以贯之 那可是做影片不一样 因为你中间填掉 还要摄影拍得好 摄影拍得好回来 还要胶本写得好 胶本写得好 还要剪接剪得好 是真的是团队 一整个团队 中间有环节 有状况就要延期 就是要花更多时间去处理 对 然后再沟通 再融合 再调整 就整个过程都是必须要去做 这样的一个处理 所以有时候也会心力交瘁 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我不是说这样吗 为什么做出来是这样 可是就跟文字不一样 你下笔就我心我笔就是OK 但是那个中间太多落差 然后我觉得最辛苦的是舞蹈 因为我没有做过电视 所以我可能要摸索 可是他是一个影像 或什么很熟练的大师 他要跟一群 没有经验的人去摸 对 然后他花很多功夫 去跟我们讲说 不能这样做的 这样不对 或者 但是他 因为舞蹈是一个 他虽然是大师 可是他对年轻的事 非常非常宽容 他也不会直接骂人 他我们可能三年多来 我当然非常非常多错 可是很少听他在那边 骂说什么 他紧多就是叹口气 然后就站起来 这时候我就知道 事情不太对了 对 然后他就 就是必须要再去跟他讲说 那不然我们再换一个方式 再提供另外一个东西 来让你看一看 就是必须要不断地去沟通 然后去提供 比较贴近他的想法 或贴近团队可以做的东西 去把这个事情磨出来 而且影像在这时代 的确也比文字 有更强大的力量 对 因为这个其实 也是舞蹈跟我讲 因为我自己做文字书生 大家都知道舞蹈其实 文字啊 很厉害嘛 然后影像 你说拍广告很厉害 还有他的声音 他几乎全方位都可以来嘛 但是他有跟我讲 文字跟影像的部分的结合 因为还是华大说 因为我们现在对媒体 这些东西 尤其年轻人 实际上你要跟他讲事情 你写了一个很优美的文章 对 那你不如去拍一个 三分钟的短片或什么 如果讲到沟通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是当一个 宣伪沟通者的话 你不能只说我这是用文字啊 那你有办法把你的想法 跟你的理念透过影像 把它转出来的话 这才是能达到一个沟通者 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他给我非常非常多的 鼓励跟指导 所以才能转 稍微把他东西转过来 对 我们很期待说 还有第二季的出现 因为既然就花了很多时间 做了填掉 那你也看着天眼 已经学会了 学会怎么从文字转换到影像 然后透过影像的团队 也知道说该如何去磨合 所以应该利用这新学会的技能 期待你拍出第二季 去吧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